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今天我们暂且抛开大选舞弊繁琐的证据和案例 从法律上的细节中跳出来 不如来看看决战场 最高法院 走到终点站 高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裁决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哎 好在现在已经是6比3保守派多数的局面了 一定偏向川普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刚好有一件事情 倒是引发了我的思考 前两天 纽约民主党州长想以控制疫情为由 限制宗教集会 高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 推翻了纽约州长的这一个限制令 按理说 保护宗教自由 有6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不应该轻而易举的投出6比3吗 但是为什么最后仅以一票 偏向于保守派的裁定呢 如果接下来大选法律战最终打向高院 6位保守派大法官 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愿 偏向川普啊 其实呢 并不一定哦 为什么 回看历史 所谓的6比3 高院保守派多数的这种说法 如果只是媒体在带舆论风向 让我们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优势 你会怎么想 所以今天想结合历史看当下 和大家探讨高院在今年大选中的角色 当然我对川普会赢 这个结果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至于高院在选举舞弊这件事上 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 我想辩证的来看一看 给大家一个客观和理性的参考 我们开始之前还是要拜托你们 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哦 我们一定会不断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的 所以也很想拜托你们多多支持 谢谢 刚刚我们说的纽约要禁止宗教集会 被高院以5比4驳回了 6位保守派大法官没做出保守派决定的 是哪一位大法官呢 5位投反对票的是卡瓦诺 新上任的巴雷特大法官 以及我们之前节目中讲到的 Thomas Clarins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 5位保守派法官的意见是防疫措施 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而另外一位保守派大法官 也是首席大法官的John Roberts 却加入了另外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行列 投了赞成票 限制宗教集会的人数 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保守派大法官 并不是每一次都做出保守派的裁决的 而这样的例子呢 在往年高院的裁定上并不显见 在历史上1953年到1969年 第14任最高法院 以鄂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的沃伦法院 开创了最自由派的高院时代 沃伦法院之后 伯格法院被认为是扭转了自由派的势头 标志着保守派的崛起 但是 就在当时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那是一个保守派法院的时代 却以7比2的一个大比例 做出了至今仍然有着巨大争议 美国司法史上重要的案例之一 承认了女性的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 而女性堕胎权 这显然就与保守派的理念相对立了吧 说到这个堕胎 我们也隐身说一些 也想问问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留言告诉我好不好 从45年前的罗素韦德案成立以来 在怀孕的前两个期间堕胎 在每个州都是合法的了 但是其实要找到堕胎的诊所 倒是很不容易 90%的美国的县都没有堕胎诊所 很多的州对堕胎诊所也是严加监管 比如在2017年 肯塔基州的最后一家堕胎诊所 就因为政府说文书不合规 之后关闭了 所以在美国支持堕胎 可能更多是在意识形态上 真正的堕胎率我想并不会高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因为预言川普总统而出名的Mark Taylor 居然也预言过罗素韦德法案 他说上帝告诉他 川普总统一共会任命5位大法官 现在已经任命了3位了 会实现高院的改革 他还明确指出高院将会推翻罗素韦德案 至于为什么罗素韦德案这么重要 被上帝提及 Mark Taylor说 其实堕胎从来和妇女的权益无关 是人们上当受骗了 这些被堕掉的婴儿 在另外空间就是给魔鬼的祭品 停止堕胎相当于让魔鬼断粮 所以反映到人类现实中反对堕胎 才会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 哇 还有这个说法呢 所以一位宪法学教授 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从以往高院判案的历史来看 事实就是 在每年法庭任期结束时 评论员们都会发现 上一年法庭的许多裁决 居然都是偏向自由主义的 不得不说这很让人惊讶吧 那么法院做了这么多自由派的判决 还能不能说是一个保守派的法院呢 这就要牵扯到法官到底怎么判案了 补充说一句 我们说的自由派进步派 其实就是偏左左倾的这一类 体现在政党上面 也是民主党比较尊崇的 所谓进步思潮 实质就是共产主义那一套 我们以前有期节目讲的是 关于美国的左右历史 和今年美国大选的意义 虽然点击量不高 但是也推荐大家去看看 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 最高法院大法官通常是联邦法律的最终解释者 包括美国宪法 法院并不会判定政治问题 至于为什么保守派的大法官 会做出自由派的裁决 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法官 在解释宪法时会使用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原旨主义 就是根据制宪者的意图 或者完全依照宪法的条文来解释宪法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原旨主义 一直是法官和律师们常用的解释法律文件的方式 那美国的奠基人也希望按照原旨主义的方式 来解释宪法的 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 高院都是这样解释宪法来判案 现在都是质疑声越来越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今天所有的大法官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原旨主义 但唯独有一个人Thomas Clarence 那位曾经被拜登刁难的黑人大法官 他是一个完全的原旨主义者 体现在他不会过度的解读宪法 宪法有就有 怎么说的就怎么裁定 所以他经常很快对一些案子就有自己的决定 而且他还不用在法庭上说话 我看到有一篇2017年的报道 说他最近一次在法庭上开口讲话 居然是在11年前2006年 哇 好难想象 还有人专门为他开设了一个 叫做Thomas大法官何时发问的博客 每次法院开庭前 这个博主都会发文来预测一番 Thomas到底开不开口 那么解释了还有另外一种常用的方法 就是遵循以前的案例来裁决 叫做遵循先例的方法 像现在的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阿利托 卡瓦诺 和尼尔·戈苏赫都会参考宪法的原意 但他们也非常重视先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曾经有一个类似案件的判决 如果有的法官认为曾经的裁决是错误的 或者有的法官认为应该遵循先例 或者遵循一部分或者完全遵循 这就出现了不同的法官 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来权衡了吧 而且这里还牵扯一个问题 如果先例的裁决是自由主义判决 怎么办呢 那么就可以想到 遵循先例这种方法 是很容易得出自由主义结论的 所以很多法院的关键案例 都是在20世纪由自由派多数来决定的 这就与大法官是不是保守派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了 了解了这些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高院里的大法官 他们判案的风格是什么呢 一贯坚持用原质主义的大法官 只有Thomas Clarence 赞成使用原质主义和遵循先例混合判案的 有四位大法官 罗伯茨 阿利托 卡瓦诺和格苏赫 另外三名毫无疑问是自由派激进主义者 剩下的就是今年新上任的巴雷特大法官了 巴雷特算是法庭经验相对比较少的一位 目前还看不太出他的风格 但是他很可能会是偏向于Clarence 比其他保守派大法官更加保守的一位法官 在前两天的纽约禁止宗教集会这个事情上 一位保守派法官站在了自由派 巴雷特大法官就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他的这一票一锤定音 对于川普总统的法律战 谁知道在诉讼的终点站高院 会不会出现这种幺蛾子啊 这样看来法官裁决案件的标准 是不是与他们被媒体宣称的所谓保守派无关了 就算轻保守但是依然做出过于自由主义的裁定 保不保守其实只是一顶帽子 法官如何判案才是本质 既然这样为什么媒体民众甚至两党派人士 都在无休止的重复这一个6比3保守派多数的说法呢 脱不了干系之一的肯定有媒体一份 原来的指楼媒体现在是被称作下楼媒体了 当时巴雷特被提名的时候在谷歌上有高达800多万的点击 预测他的加入将会产生6比3的保守派多数 而且搜保守派最高法院这个词 在Google上点击率居然超过了7500万次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社会都在或多或少的往左倾斜 媒体领域更是严重 有调查说47%的美国人认为媒体是偏向自由派 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 还有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出版的《向左转》 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这本书中 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 得出的结论居然是 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 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 那相比于媒体的平均水平来说 下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 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 那么既然是这样 媒体定义保守派 很可能就比我们普通人更加宽泛吧 比如一个极左 他可能看骚左都是保守 是不是啊 这个标准就不同了嘛 而且这个标准如果适用在大法官的身上 就更不应该了 法官上任应该是抛弃个人的政治取号 完全是作为宪法的解读者 媒体这样做 还有一个设置误导性思考框架的手法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 媒体没有办法左右我们的思想 但是可以左右 你在想什么问题 给一个川普提名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形成高院6比3多数的命题 人们就会基于这个命题去思考了 作为普通的民众 像我们支持川普的 当然高兴啦 反正怎么有利于川普 怎么好 但是对于不支持川普的朋友 就很容易被舆论带动 说是川普提名的保守派法官肯定偏川普 但是这种说法 对于法官来说 似乎并不是一个称赞 这也容易给人一种高院已经腐蚀 保守派会集合打击自由派的潜在意识 但是事实是什么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 这个高院里的保守集团 其实并不存在 反而自由派的大法官们 却很容易形成一个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的联盟 而且不仅对民众 对国会 政府里追踪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 这也很容易积极反弹 我看到一些下流媒体的报道 他们经常会对保守派 右翼 宗教右翼 加一个标签 保守派就是一个被他们用以贬义的标签 暗示这些人的观点 是出于保守意识形态 是有偏见的 甚至不可信的 但是反过来 引用自由派人士的话是 往往用的是中性或肯定的头衔 比如学者 专家 暗示他们的观点 是中立 客观 理性的 使用在保守派大法官上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那么走到今天 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出现巨大规模的系统性的选举舞弊 历史上高院也并没有做到精善精美 在2002年 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 推出了一种全国性的邮寄选民登记表 人们可以通过这一张表格来登记投票 但是使用这一张联邦表格进行登记的人 只需要在表格上勾选自己是美国公民 而不需要任何的证明 在2013年 亚利桑那州要求登记投票者 就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但是这一项法案 居然被联邦高院给推翻了 看看今天的大选 不验证选民身份 一直是舞弊中最常被质疑的一项了 对于美国政体来说 没有什么比保证选举的诚信更加关键了 但是现在 不合适公民身份的州 居然比合适公民身份的州还多 令人神经吧 茶党凤凰城杜惠主席曾经说过 这轻持了选民的诚信 使大选失去了关键的保护措施 今年大选舞弊所反映出来的 绝对不是一个争端那么简单的事 而是一池严重的宪政危机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 这关乎到美国的未来 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年 自由派思想确实在高院造成了冲击 就连所谓保守派的法官 也依然不免不了做出自由派的裁决 这背后价值观的对抗 高院的大法官们不可能感受不到 那除了这一点 法院本身的审慎 比如回避政治问题等等 还有现在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 这些结合在一起 似乎死的高院插手介入美国大选 举无迟疑 比如川普团队就曾经两次要求高院审查和干预 他们都拒绝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依然对高院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是充满信心的 不是因为高院的本身 而是川普连任背后的重大意义 可以看我们这期节目 因为这是天野 美国也一定会走回传统的这个方向 对于高院的大法官们来说 大选也是他们的选择 能否保护美国再次伟大 捍卫联邦宪政 不也是他们的一个抉择 第二位美国总统亚当斯曾经讲过 美国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 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的民族 只适用于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民 在全美大中学生的必读书飞越5000年中 讲述了28条美国的立国原则 第一条就是自然法的真谛 在西方法律思想渊源中 造物主所定下的行为规范就是自然法 遵循自然法才能有公正的人类关系 这里好像把法律和造物主神的关系写得很清楚 1935年建成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 在门楼上放置着十几个人的人物雕像 其中最显著的位置上有三个 是摩西 梭伦和孔子 摩西在中间 孔子和梭伦在摩西的两侧 这其中似乎也有着深刻的含义 你们怎么看呢? 好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别忘了订阅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再会啦!